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是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昨天学习到第十二段 观世音菩萨说辞诵大悲咒 能得十五种善生 昨天我们学习到 得十五种善生第十二种 我们今天接着下来 看第十三种善生 十三则 荣 天 善 神 恒常 永 位 这是词诵大悲咒 得到第十三种善生的果报 这个果报也是我们人人都需求的 我们学佛的人 乃至没有学佛的人 他也希望这些护法善神 来保佑他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需求 一般民间的信仰 到庙里去拜拜 都是求神明来保佑 保佑他家庭平安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这些生活上 荒荒面面的 我们一般讲 消灾免难 那么我们 到我们中国一般的民间 这些神庙 包括现在佛教的试验 那么每一年 特别现在过年 春节 这个顶光明灯的人就很多 那么安太岁 这个民间 道教的安太岁 顶光明灯 拜斗 这个种种的 这个一般 道教神庙 都有这些消灾 祈祈祈福的法会 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 也随顺了中国民间的风俗 所以现在佛教试验 也是有消灾祈福的法会 只是他用佛经 道教用道经 这个是随顺 中国民情 民间风俗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初一十五 过年过节 那个寺庙 人都非常多 像我们家乡 这个戏子拱北殿 先攻庙 它是如是道三教的 有供离祖 供八仙 供老子 还有供释迦摩尼佛 还有供这个孔子 很典型 这个如是道三教 那平常 那边没什么人 的确是很清静 那只有过年初一 大年初一 那天人是最多的 那天上山上乡的人 根据他们的统计 大概有超过一万多人 上上下下的 原来平常 那个停车场很大 你去都非常好停车 看你爱停哪里 就停哪里 没人 过年那一天 就停到山下来 过年那天 人最多 平常没什么人 清静 跟这个木柵这个指南宫不一样 指南宫就是比较属于光光地区 人就比较多 那么另外龙三世 人也很多 初一十五都很多 这是讲佛教 信仰佛教 神道教 过年过节 去庙里 烧香 拜拜 参加法会 点灯 祈福 安太岁 种种的 无非 就是要求神明保佑 就这样而已 包括信仰其他宗教的 他信仰基督教的 天主教的 伊斯兰教的 他们也会去教堂 去教堂做个祈祷 祈祷干什么呢 还是求保佑 他求的对象不一样 求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那么能不能求得到呢 这个 了凡世信 给我们讲得很详细 我们现在求的这些 都是属于 好的果报 善果 这个荣华富贵 明文立养 身体健康长寿 这个家庭幸福美满 这是善好的果报 大家都想求的 但是呢 有的人求到了 有的人还是求不到 那什么原因呢 求到的人啊 他怎么求到呢 他命中有 命中有他求到 求不到的人呢 他命中没有 所以他求不到 所以啊 了凡世信给我们讲啊 求之有道啊 那得之有命 求之有道呢 就是你 求有你的方法 这个道啊 就是指你求的方法 你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式 去求 像我们现在呢 拜拜啦 哦 那个 这个宗教啊 各种法会 那这是求之有道 有很多方法 现在呢 还有人这个 求这个 发财的 求发财呢 他就拜财神 拜财神 那么密中啊 他有求财奏 财神奏 那有的人求灵 有的人求不灵 这个 求道的人啊 就是他命中有 他本来就有 他本来就有呢 他没去求他 他还是有 因为你命中 本来就有 那命中本来没有呢 你怎么求 也求不到 这个就是人啊 他就有命运了 那么我们在佛经 在道教的经典 甚至其他宗教 也在经典上啊 也都教人家 你去求 你可以求得到 这个求得到的意思 是什么呢 什么叫求得到呢 就是你原来 你命中没有 你现在去求 求到了 那个才叫 求得到 你原来有了 你本来就有 你没有求还是有 这个求啊 佛经上教我们 这个求就是 你原来没有 你命中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你过去是没有修啊 那你过去生 好像你没有播种 没有种这个稻子 那你今年要收割 那哪里能够去收割呢 你没有种那个因 怎么会得果报呢 就得不到 那现在呢 你去年没有种 今年你想要得到 那你求得到了 那个叫求得 你过去生没有修 那你这生想要求 你求到了 就是你这一生求到了 那怎么求呢 这里讲啊 求佛力加持 那么求佛力加持啊 我们也要跟佛菩萨呢 配合啦 要跟他配合 你不跟他配合呢 他也帮不上忙 我们总是啊 要去修 比如说我们修个一分 那佛力给我们加持 一个十分 如果我们自己完全都不修 这个也没有感应 那怎么修呢 就是佛菩萨在这个经上常讲 财布施得财富 法布施得聪明智慧 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守 那么我们也在修啦 那在求佛力加持 那这个我们的果报啊 因为比如说你没有求佛力加持呢 你可能来生才会果报现前 现在你求佛力加持呢 你这一生就现前了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了完事性啊 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要得龙天善神恒常 拥护 这个持诵大悲咒 那龙天善神他就会来 拥护保卫我们 这个慰就是保卫 那为什么持诵大悲咒 龙天善神他会恒常来拥护保卫我们呢 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 自性的功德啊 那我们也想不通 那我们就想不通 如果你知道自性啊 六主啊 慰能大师在谈经里面讲 何其自性啊 能生万法 何其自性啊 本自居主啊 居主什么呢 这个智慧德能 他圆满居主 一样都不缺 我们自性啊 有圆满的德能 那无尽的保障 那是没有穷尽的 我们自性本来就有 那么本来有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佛出现在世间啊 告诉我们这段事情 人人都有佛性 人人啊 都可以开发自己自性 无尽的保障 那么佛菩萨的名号 所有的咒语 都离不开自性 那么用这个念咒啦 念佛或者念经啦 或者修种种法门 无非啊 回归自性而已啊 回归就是说 明心见性 大事大物 你见到你的自性了 那你什么都有了 那个是不是修来的 你本来就有 现在呢 你只把那个障碍去掉 把它开发出来 好像你家里面啊 下面啊 地下呢 无尽的保障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 穷的要到外面去讨饭 在流浪 那个妙法莲华经 就用这个比喻 这个长者子啊 不知道他家呢 是 那个 予万富豪啊 到外面去讨饭 他不知道 要见他回家 你赶快回家 你回家什么都有啦 都现成的 用这个来比喻 我们的自性啊 无尽的保障 那么这个咒呢 就是我们自性 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呢 那你修才有 不修你就没有 因为你自己家里的保障 你还没有开发出来 你得不到受用 只好到外面去打工 这打工 没打就没得吃 打几天啊 多赚一点 少赚一点 就是说明啊 我们在六道实法界啊 修 修服 你有修就有 没修你就没有 那你明心见性 那就不一样啦 你自己家那个保障 开发出来啦 那就现成了 那个不是修来的 你本来就有 但是你还没有 开发自性之前啦 你现在又用啊 要用你没有去打工 你家里的自性 保障又没有开发出来 只好要去打工啦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咒啊 它有圆满的功德 我们持这个咒啊 就是观念菩萨 在果地上的功德啊 就加持给我们 那么持咒呢 它是自成功敬啊 就是开发我们自性的 一个钥匙 开发自性保障的 一个钥匙 这个印光祖师啊 在文超啊 常常给我们开示 佛法呢 有一个秘诀啊 很快你可以入进去 自成功敬 是个字 这是性德 如果我们持大悲咒 能够自成功敬的持送 那当然啊 这些龙天善神啊 恒常拥护 实在讲啊 不止龙天善神 龙天善神 还是六道里面的 善神 护法神 实际上讲啊 诸佛菩萨都来给你 有福 就像我们念弥陀经啊 我们信念念佛 指持名号啊 十方诸佛都来护念 那还不是龙天善神 那佛都来护念 那菩萨当然护念 菩萨都护念了 罗汉当然也来护念 罗汉都来护念了 那龙天善神 他怎么不护念呢 当然也是护念了 那么我们持送大悲咒 或者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都会有龙天善神啊 来拥护保卫我们 让我们啊 这个平安吉祥 这是你持送大悲咒 你所生之处 你来生来世啊 往生到什么世界 什么国土 你所生的地方啊 都会有龙天善神啊 恒常来拥护你 来保护你 那么有龙天善神 恒常拥护啊 这些邪神恶鬼啦 他就不会靠近我们 你就不会受到 这些邪神恶鬼啊 来干扰 来损害 来扰乱 那么你 一生啊 就可以过得很平安了 这是 十三种善生 我们再看第十四 十四 所生之处 见佛文法 那么这一条是最重要的 你持送大悲咒 那你将来往生啊 的处所 就是 你不会生到那个 边地 没有佛法的地方 在佛经上讲啊 有佛法的地方 有文化水平 比较高的地方啊 叫中国 那没有佛法的地方啊 没有文化的地方啊 叫做边地 这个边地啊 不一定说他那个地方很偏僻啦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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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不生蛋啦 那个 那个 没得吃啦 也不一定 他这个主要是指文化 如果你物质生活非常好 但是呢 你没有这种 伦理道德的文化 没有佛法 那个也是边地 那个也是边地 边地啊 虽然你物质生活很好 但是你的精神生活呢 就非常平滑啦 物质生活很好 精神生活很平滑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常讲的 富而不乐 贵而不安 有财富呢 他生活过得并不快乐 有地位呢 做大官 社会地位很高啊 他没有安全感 过那样的日子 那现在呢 全世界的人 人类呢 都是过这样的日子 现在科技虽然 越来越发达 我们物质生活的文明啊 越来越提升 比起四十年前啊 那这个物质生活提升 太多太多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想想啊 我们现在人的精神生活 跟四十年前的精神生活 你比较一下 现在的人啊 生活在不安忧虑恐惧当中 特别现在这个媒体啊 非常发达 全世界呢 任何一个地方 发生一件事情 全球 不超过五分钟 大家通通知道 那知道有没有好处呢 实在讲也没有好处 是有坏处 知识多时 烦恼多 世人多时 世费多 知道了 知道了呢 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知道了 我们也 也没办法 现在呢 大概有办法的 就是佛法 这个 以前那个 吴伯雄先生讲啊 有佛法 就有办法 只有佛法 才有办法 如果你不学佛啊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现在呢 我们看到 每天看到报纸啊 什么恐怖攻击啦 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 这个传染病啦 什么禽流感啦 政治啊 又乱成一团 是非善恶啊 都分不清楚 那真的啊 我们 不看 我们心会比较清静 看了多一些烦恼 没有佛法的地方啊 就叫边地 纵然你生活水平过得很好 那都叫边地 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啊 这句话呢 我们常常听到 那么这句话呢 这的的确切啊 是事实真相 人生难得 这是指我们在六道 还没有处理六道生死轮回啊 我们都是在六道里面 那么六道轮回 我们生到 人道来做人的机会呢 很难得 这个难得就是 机率很小 一个过去啊 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啊 常常引用佛在经上讲的 佛在经上讲 这个盲规 穿木 这个西迷穿针 这个爪上土 地上土 用这个 我们听过这三种比喻 这个三种比喻呢 西迷穿针 西迷山啊 不在我们地球上 我们看不到 非常高 西迷是印度化 翻成中文啊 翻为庙高 那么我们现在 不要说西迷山啊 我们就 就说 就算 我们从二楼啊 放一条线 那么一楼在那边 放一根针 看你能不能传得进去 不要说西迷山那么高啦 就这么 这么一点高 我看你就很难传进去啦 那么这个是形容啊 撕掉人参想要再得到人参啊 那个机率就那么小 大部分啊 都伤而倒 盲规护木啊 那个那个 那个木头啊 在海上飘 有一个洞 那个那个乌龟又是眼睛瞎的啊 那刚好他他头伸出来 刚好弄在那个洞里面 那个机率有多少 爪上土 佛有一天啊 在地上啊 抓一把泥土 然后再把它丢到大地 问他的弟子 阿兰都常常在身边的 就给阿兰尊者讲 你说那个地上的土多呢 还是我指甲缝禅留下来的土多 监督 当然啊 地上的土多嘛 那指甲缠留的土 就很少 那佛就 给阿兰讲啊 就是人啊 一旦失去人参啊 来生要再来做人啊 那个机率就像爪上土 那这个都是形容比喻 在六道里面轮回 失去人生再得人生很难得 那么大部分是在三二道 所以古大德讲 三土是家乡 人天是客机 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 生到人道天道 好像来做客 时间很短暂 没多久又回到三二道去 这个地藏菩萨本念经 我们大家读过就知道 这个四天王 请问释迦牟尼佛 地藏菩萨发了那么大的愿 把这个地义众生 度脱离地义 他说没多久又看他又进来了 出去没几天又进来了 那么为什么 度三二道的机会多呢 因为我们这个烦恼 贪嗔吃这个 烦恼心所很强 造十二夜的 力量很大 很强 机会很多 特别现在这个环境啊 诱惑多 我们造二夜的机会就更多了 比过去不晓得多数多少倍 那么造二夜呢 当然要做二道啦 这个是必然的 因此我们在六道轮回呢 那我们现在看到好像很多 他不晓得多长时间啊 才轮回啊 在六道轮回轮回到人道来 很难啦 那么轮回到人道来呢 要闻佛法呢 就更难 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的 你像我们现在地球说七十亿人口 有几个人他接触到佛法 那接触到的呢 有几个人啊 进一步来听经文法 来学佛 听经文法呢 进一步来修行的 又有多少 修行有成就的又有多少 你一层一层的 比较啊 那你发现啊 那到最后真的 没几个啊 非常稀有 虽然啊 同样身在这个地球 在人道 在现在 闻佛法的人还是 比例来讲还是很少 所以 我们得人生 最可贵的就是能闻佛法 你能听闻到佛法 那是最可贵的了 所以 佛在坚监义经里面讲啊 佛告阿兰啊 岂有好心 岂有好心 善意之人啊 闻佛明法 一心而听 能一日可 不能一日半日可 不能半日一时可 不能一时半时可 不能半时虚一可 祈福不可量 不可欲也 这是佛在坚监义经里面讲的 佛告诉阿兰啊 岂有好心 善意之人 闻佛明法 一心而听 那么 愿意来听经的 都是好心 都是有善意的 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 他有善根 他才愿意来听 那没有善根的人啊 他就住在对面 他也不会来听 真的你可以 你可以去观察 你可以去观察 以前啊 我听 家师敬老和尚啊 以前我 我们住在戏主 我还没有出家呢 那个时候买了图书馆之后 没有买图书馆的 团館长到处借地方 给牢上奖金 那我都去听 以前都骑机车 骑机车 后来景美图书馆买了之后呢 我也是风雨无阻的 反正牢上有奖金 晚上都是七点半到九点 他有奖金我就必定 去听 那么在图书馆啊 这个民生大楼啊 也住了不少的人家 有的人 他就是 从来 就在一栋大楼 甚至 在对面隔壁 他从来没有 没有进去听过 一次 从来没去听过一次 那我从戏子啊 都骑机车 都要骑一个多小时 那来回 如果讲到九点啊 再回向 回到家里 大概十点多 那可见得呢 这个 要听经文法呢 总是 有好心善意 不能 你没有那个心啊 就在你 你们家门口 他也不会进去听 他也不会进去听 这个我们可以去观察 像我们现在在这个 这栋大楼 这个不是我们这一家 还有好几家 我们楼上啦 这好几家 包括我们楼下 太和殿啊 那那些人 有没有来听过一次 没有啊 没有啊 那就很近啊 所以听经文法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佛在这里啊 给我们讲这个 你来听经文法呢 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啊 说你这个 有好心善意之人啊 闻佛明法 一心而听 说能一日渴 一日就是 我们现在讲 一天一夜 二四小时 你听一天 这个一天是什么意思呢 一日是什么意思呢 你这一辈子 就听一天 是这个意思 你这一辈子啊 比如说你佛到一百二十岁 那你只有听一天啊 那佛讲啊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因为你这一辈子来啊 来到人间啊 没有 没有白来啦 因为你有听一天的经啦 听过二四小时的经 那他说一日不 这个 一日不能呢 半日渴 说你 这一天也做不到 有困难 半天也可以 半天十二个小时 你这一辈子就听 十二个小时 那也可以啦 也很好 说半日 不能啊 一时渴 半日不能就说 半天十二个 这个 这个 十二个小时也做不到 那一时 在古印度一时 现在四个小时 说你这一辈子啊 曾经听过四个小时的经 那这样也可以 也可以 他接着呢 说一时不能半时渴 那一时四个小时 你也没有那个机会 那半时就两个小时啦 两个小时也可以 那说半时不能啊 那说两个小时也都没办法 虚于可 虚于就是三分钟 五分钟也可以啦 很短暂的时间也可以 或者听个一句也可以 但是呢 有一些人啊 他连西仪他都没有 那西仪啊 两三分钟 他都 他都 他都不来听的 比如说楼下啦 或者我们楼上 他来这边 门口站一下 听一下 这个叫虚于啊 听听看你在讲什么 这个叫虚于 连这个 也没有啊 佛说呢 如果你在那边听一下呢 那也可以啦 你这辈子来做人 也没有白来啦 你闻到佛法啦 那么虚于 这么听短暂的时间 得什么果报呢 祈福不可量 不可欲 哇 那个福报啊 不可限量 也不能用比喻 我们看到佛经在这讲啊 我们总是会有一些疑伙 功德有那么大吗 他这个功德啊 主要是终善根 就是你有听闻啊 一粒耳根永违道种 你听 听个几句啊 这个金刚种子就落在你的阿兰 也是 那你生生世世啊 都不会消失的 而且呢 你这个种子啊 它会慢慢的成长 到你这个英年成熟啦 它就得度了 它就得度了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啊 听一首句 听很短暂的佛法 这个都很可贵的 这个都很可贵 佛都很珍惜的 这个人啊 一生他能听个几句 为什么我这么珍惜呢 因为看到好很多很多众生呢 他连听个几句他都 他都不行 他都没办法 可见这个业障都重 业障 业障呢 是谁去障害他呢 没有人障害他 他自己障害自己 你说住的天高皇帝眼 那个身到边地的地方 没有佛法那 那 没话可说嘛 你看看啊 我们在那边讲佛经 你看下面那个 来吃饭的多少人 你去太和殿 现在特别是麻辣火锅啊 这个 生力最好 冬天生力最好 你去看 进进出出 有的甚至从国外赶来这里吃 他都不会上来听虚语 他都不会啊 那这个 就是很可贵啦 所以 人生难得啊 佛法难闻啊 这句话是天真万切的事情 那么我们所生长的地方 如果见不到佛闻不到法 就像啊 在长夜里面 没有光明 没有光明 也就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人生从哪里来 死往哪里去 都不知道 那么一生过得呢 重来是大富大贵的 也是行尸走路 那个人生啊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价值啊 实在讲都没有 什么价值 再富贵再有钱的人啊 那还不是坐吃等死 一分一秒往虎目走 将来去哪里都不知道 全途茫茫 真的啦 佛比喻啊 没有佛法啦 出现在世间啊 这个世间就像 那个 晚上那个黑夜 很长很长的黑夜 你见不到光明 因此啊 这个 你在六道里面 生死轮回啊 将来往生的地方啊 能够见佛文法 见佛文法 你不会生到那个边地 没有佛法的地方 这是第十四种 善生 这一种是 最重要的啦 这一条是最重要的啦 你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 那就 很可怜啦 就依次了 没有智慧了 这是持送大悲咒 得到了第十四种 善生 我们再看第十五种 十五则 所闻 正法 物 甚 生 意 那么这一条就更殊胜了 不但文法呢 所闻的是正法 这一句呢 这一句呢 非常关键 也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啊 学佛 文法 他闻的不是佛的正法 那么他听闻的呢 是冒牌的 现在呢 就是说 做假的 仿冒的 假的 假的佛法 不是真正的佛法 不是正法 是写法 那冒充佛法 特别呢 用佛教的标志 打的佛教的招牌 但是他讲的呢 不是正法 甚至拿真正的佛经呢 把那个经义都讲 讲错了 讲偏了 讲邪了 那 有一些人啊 好心学佛了 他听的不是正法 他听的是邪法 不是佛的正法 那现在呢 在这个世界上啊 那这个 佛在任言经给我们讲啊 末法时期啊 邪师说法 如横和沙呀 邪师就像横和沙那么多 你能够在这个末法时期 闻到 真正善之事 听闻正法 那是多大的善根 福德因言 那是多生多世啊 修基来的 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的经啊 大家能 听了能理解能接受 这都是 这都是 多生多世 累积的善根福德因言 没有 深厚的善根福德因言 听了他 不能理解 他也不能接受 那讲一些假佛法 去骗他的 他一听 马上就接受 那个就业障了 那么持宋大悲咒呢 能够排除这个业障 他 就有智慧去分辨 正法 学法 其实正法 学法呢 如果你 正法常常 弘扬啊 大家呢 听久了 他会做比较 慢慢的呢 大家也知道 什么是正法 什么是学法 如果没有讲经红法的人 没有讲这个正法的法师 那的确呢 都是学师在讲 他听的都是错误的 他不知道呢 正法 他接受的都是学法 那他这一生啊 修行不但不能成就呢 还要多恶道 修错了嘛 那就很焉妄 好心学佛呢 学得不对 学错了 他的因缘不好 所以弥陀经讲啊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必果 那么 换句话说 要往生极乐世界呢 必须基足多善根 多福德多因缘 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少了都不行 那何况没有 那就更不行了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 现前这个世界上 那特别啊 这个 要闻到正法 真的是很不容易 不是都你到佛教试验来啦 到佛门来啦 你就能听闻到正法 没有 现在呢 试验也不讲经说法 少数有人在讲 讲的呢 也是问题很多 都用自己的看法想法来解释佛经 那肯定有错误 所以古大德呢 讲经说法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讲经说法 大策大悟 明心坚心 那这样才有资格 这个佛教传到中国啊 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标准 一直到清朝初年 还是这个标准 很严格的 那清朝中业以后呢 慢慢这个标准就下降了 那下降呢 你没有大策大悟的人啦 那大家不敢讲 那不敢讲 那也是问题 有一些人要听闻佛法 但是听不到 那没有大策大悟怎么办呢 过去啊 我们敬老和尚啊 在这个这个讲习当中常常讲 那以前在台中联社啊 跟李师公啊 写如老人学这个讲经 那写如老人啊 也是提出古人是这个标准 但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标准呢 就不能讲啊 把讲了怕讲错了 讲错了呢 做下一个字转语 要度五百岁也乎生 这个因果也不小 但是没有讲呢 如果你这个正法没有人去弘扬啊 那那些学师说法又那么多 一直讲 那这些众生就更可怜了 就永远听不到正法 那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一股柱 就是讲柱节 讲柱节 讲柱节呢 不要有自己的意思 不要有自己的意思 讲柱 那么柱有问题啊 有错误啊 那是主师大德他负责 我们不用负那个责任 讲柱 所以我学讲经啊 也是这种方式 我也不是什么 头脑很好 智慧很高 什么月障很轻 都不是 都是月障很重 头脑很不好 但是我有一个心 想要学这个经 但是呢 又是要管道场的事物 其实都没时间 去准备的 那么我是听 家师啊 静老和上海以前讲啊 然后他财中联事啊 李老师有 劝同学啊 副讲也是一个方式 那副讲这个 我开始学讲经都用副讲的 就拿师傅的来 就是照念 照念 怕讲错了 那个时候照念呢 他那个口气的 什么呢啊啊啊 也念出来 后来师傅听到说 那个不用念了 他说 那个副讲不是叫你 照那个照念啊 他说要用 你不要加你的意思 是把我讲的那个意思 用你的口语去表达出来 不是叫你照那个念 那这个后来我才明白 原来是这样 因为都怕讲错 我讲错一个字就 去做福利做五百事 那很惨的啊 都不敢啦 所以那个什么呢啊啊啊 那个都不敢掉 怕负因果责任啊 刚开始出家出血啊 这个很谨慎的 后来师傅讲了 我才慢慢明白就是说 你那个意识 你有把握的你讲 你有把握的 那你听经 你有理解的 你有把握的 你就去讲去解释 那没有把握怎么办呢 他说念过去 那照念不会错 念过去你不要解释 一定念的 那这段经文念过去 懂得再讲 不懂得就不要讲 这个以前是 李师公教的 就是用这种方法 我就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这个 我们敬老和尚的无量寿经 我翻台语的 我当时是 做翻译工作 翻给一些老菩萨听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啊 我们 做当家要管那么多事情 没时间去准备看稿什么 那个要很花时间的 那个 那个 李师公以前讲经 他半天都不接课 现在 徐老菩萨啊 也是一样 他晚上讲经 他下午都 完全不接课 他要准备 要备课 那么我在图书馆一直到现在呢 我要管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啊 很操心的 我哪有时间去备课 出家我又 发现是要写奖金 那就用副奖的 以前我连 刚出家的时候 比较有时间了 我去操 就把师傅的了应试信拿 用录音带 然后 装个耳机 然后 听一句 操一句 这样操 操呢 晚上就拿去 照念 就照念 后来到图书馆比较忙啦 就有同修帮我操 操呢 我就拿现成的 到时候我就拿上去 就照那个念 那么无量寿敬 我也翻过十几次了 也翻了很多部经典 翻例台语的啦 国语的也有少数 那么我是这样啊 一点一滴啊 有时间我就 多少讲一点 多少讲一点 所以 我现在也 讲经啊 就 人多少都没关系 因为过去 我们敬老和尚啊 就是常常给我们讲一个观念 他说啊 你讲的都没有人听 他还有桌椅板凳在听啊 那个桌椅板凳不会跑 那么多一定在那边 要讲到这样啊 他说那个以前那个 古代啊 那个僧供说法 都没有人听的啦 没有一个人要去听他讲经 后来他只好呢 去找一堆石头 对石头讲 讲到那个石头都点头了 所以说 这个 很有名的公案啊 说 深公说法 完石点头啊 那个那个石头 都讲到他们点头了 那讲经要有这样的精神啊 不能说没人听啦 那就 不讲了 因为我 讲经 在我的 记录当中啊 最早 还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啦 我最少的记录是一个 一个人 一个 那一个是在那个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那个 台中联社他们有那个 佛学寺 他们台大的 这个 医师连流啊 他们 他们 他们发心的 他们现在发心了六个 住恋室 在台大地下室 那个是刚成立啊 叫我去 请我去撒净 有五间是佛教的 一间是 多元宗教 道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天主教的 那一间什么都没有 抽屉放十字架 放什么 穆罕木德 放那个 道教的 那一间是 多元的 那一间住恋室 看你们哪一个教就是 不是佛教的 就是那一间 佛教的有五间 有五间住恋室 那那个洪医师请我去讲经 那有一天 他那个大概值班 没有空 洪医师没空 那些妇事也没有空 只有一个 牙医姜医师 他当围诺 就是 乔尹庆 也没有听众啊 就他一个人 他也是一样 敲 就我一个人讲 他就他一个人听 最少的记录就是 就一个这样 所以我 可以理解 以前李世公刚到台湾 在台中联社讲经 他讲的这个也是 真的 他说呢 刚到台中去讲经 因为他有个山东腔 大家都 听不懂 那台湾的那些 老夫子也听不懂 那开始在讲 他说只有一个人听 他讲完了 问这个人说 那你从哪里来 他说 我在等你讲完了关门 他说你没有讲完 我不能走啊 我只好在坐在这里 他说你 我等你讲完了 我这个 我负责要关门的 所以我在这边等 等着要关门的 他还不是真正要听的 他为了等关门 只好坐在那里听 那这个一个人的记录啊 我是有 这样一个人的记录 那么讲经说法非常重要 因为讲经呢 这个要讲到 很好很多人来听啊 这个不容易 过去我们 师傅常讲啊 最少你要练个十年 而且要天天练 10年 那如果做法会呢 三个月就选了 三个月就可以了 那比较快 讲经啊 十年 因此啊 这个很多出家人啊 他 不太愿意发心走讲经这个路 不太发心 都是 天下作法会啦 盖庙啦 做这些 比较多 但是一个试验到场没有讲经说法 大家就不懂得怎么修行 也就不明理 不明理 所以过去我们老婆常常讲 这个有人讲 这个佛的时代呢 有讲经 说法的 有修行正果的 这是 这是正法 那么 有讲经说法 有修行 得定的 这是项法 那么 有讲经啊 那没有 人发心去修行的 这是末法 他说连讲经都没有 那叫灭法 那都没有了 佛教就没有了 那经典摆在 柜子里面 大家也不懂 没有人介绍 没有人说明 那法就没有了 所以我在美国纽约啊 那个 那个十几年前啊 那边的同修带我去看那个 寿爷老儿上 寿爷老儿上那时九十几岁 他在纽约有个光明室 在香港一个光明讲堂 他是专持这个 华严经的 那么我去香港那个光明讲堂 我没去过 那纽约那个光明室我去过 我去 看到他那个试验 有一幅对联 上联写着呢 有人说法 容天喜 有人讲经说法 容天都翻喜 那下联写着呢 无人说法 鬼神丑啊 说没有人讲经说法 那个鬼神都 发丑了 忧丑了 那么这幅对联啊 我想 这个今年啊 有人发现写书法 请人家写啊 来贴一下 贴一下提醒提醒 我这个这幅对联也不错 那这幅对联就是提倡说要 试验道场要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 懂得请法师讲经是 最会修复的 最会修复 你看这个监力经讲 听虚仪就 祈福不可量 不可义啦 所以呢 懂得请法师讲经说法 那这个修复报是 最殊胜的 那么现在呢 我这个是没人请的 我自己跑上来讲的 自己跑上来讲 然后给你们通知一下 请你们来盆盆场 那这个盆场也有好处的 你看啊 你现在不止 虚仪啦 你在这里坐一个半小时啦 这个几天都停下来啊 这个福报啊 就 无量无边了 所以 我们 所生之处啊 能 闻证法 那么闻了证法呢 更殊胜的是 勿胜胜义 那这一条就是 不但闻到证法呢 而且啦 勿胜胜义 这个胜胜义啊 也就是观经讲的 解第一义 解第一义 也就是我们开经记念的 愿解如来 真实义 那什么叫 圣身义呢 那个经啊 没有义士叫 圣身义 那有义士通通不是 圣身义 经没有义士 但是呢 它有 无量义 那么 为什么说 勿胜胜义 它没有义士呢 你没有义士才能勿胜胜义 这个就是平常讲的 剥热无知 无所不知啊 所以 我们这个 要误入这个 真实义啊 我们念经 甚至听经 你会听的人会开悟的 他就只管听 他不去分别 不分别 就听得很清楚 明白 但是他不分别 不执着 听得很清楚 这个就能勿胜胜义 如果 这样啊 能够勿入这个 义礼 所以过去 这个李师公啊 给我们 事务上人讲啊 他说你这个学经啊 最高的就是 勿那个礼 那个礼是真礼 就是真如本性礼体 那么真礼它是一法不立的 没有意思的 最高层次就是勿那个礼 勿入那个礼啊 就是此地讲的勿胜胜义 你会开悟的 明星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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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你 达不到呢 就 求其次 就 你懂的人啊 直接去 领悟那个教理 那么如果你教理领悟不到啊 就 就求其次啊 教义 那教理啊 你一通就一切经都通了 因为所有的经啊 包括四诸四经法 都不离自信嘛 你通到自信了那哪有不通的 教理它通 那教义呢 它是局部性的 比如说通一中一派 这部经讲什么 它那个教义 比如说这部经啊 讲词大悲咒 那你教育的 这是这一部分 但是他教理他通一切经 通所有的经 教育通 局部 你不能通教理呢 那通教义也可以 那教义就是一中一派的啦 一部经啦 它有一个 范围 教义有一个 局部性的范围 教理他就没有了 所谓一经通 一切经通 没有不通 通任何一部经 所有的经全部贯通 不但佛法贯通 世间法也贯通 因为他都是从自信出来的 所以 那么慈送大悲咒啊 为什么能够 守闻正法 悟生生意呢 那个咒语啊 在翻译经典啊 是五不翻之一 咒语不翻 五种 五种体力啊 不翻 咒语这其中一种不翻 那我们读经典啊多多少少啊一面念一面会想哦这句什么意思 那咒的都看不懂啊 只有念啊 就是 帮助我们啊 不取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你就只管念 念念到呢你开悟那你就通了 就这样 你不要一面念一面去想 但是读经也是这个原理 但是经有意识啊 经我们可以读出意识啊 就比较容易去 打妄想 那咒我们都看不懂那句 有时候怎么念都 不一定念得对啦 没得想啦 所以这样啊 他也容易开悟 比念经容易开悟 所以念经不如念咒 古代的讲 那念咒又不如念佛 那么这个十五种三生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若有颂词大悲心 陀罗尼子 德如是等十五种三生也 一切天人应藏颂词 勿胜懈怠 那这句啊 非常重要 那这个十五种三生啊 是非常殊胜的 如果 天人啊 常常诵词啊 不懈怠 那么这个十五种啊 好的果报 我们 就可以得到了 那么这个第十二段啊 观世音菩萨说 词诵大悲咒 能得十五种三生 我们 就学习到此地 那 最后啊 第十三段 佛说 诽谤大悲咒的 严重后果 那么这一段啊是我们 这一个 讲题啊 最后面的一段 我们 看 经文 这个经文啊 这个 可能在前面啊 我来念一念啊 大家 如果你翻得到 翻不到也没关系啊 听我念就可以啊 啊 佛告阿难 如当身心清静 受此此陀罗尼 广宣流布与言福提 莫令断绝 此陀罗尼 能大利益三界众生 一切犯苦迎生则 以此陀罗尼自知 无有不菜则 此大神咒 咒干枯树 上得身之科发果 何况有情有事众生 身有病犯 自知不菜则 必无事处 到这里是一段 那么这个一段呢 佛告诉阿难尊者啊 勉励啊 这个阿难尊者啊 要身心清静 来受此此陀罗尼 这个身心啊 就跟那个观经讲的 身心 同样的 意思 身心清静 身心就是清静心 用清静心来受此 这个陀罗尼 那么这是 勉励阿难啊 要受此 这个大悲咒 而且还要广宣流步与圆弧体 莫令断绝 这是广宣啊 就是 普遍的去 广泛的去宣传 流通 就是 普遍 就是要普及 我们现在讲到普及 圆弧体啊 就我们 南连弧体 就是这个 苏博世界南连弧体啊 这个应当啊 广泛去流通 所以佛经啊 都是要流通的 不能 设定版权所有 翻印必救 这个这个有罪过的 佛都没有 版权啊 你去到佛的版权 那这个 到时候跟炎罗王那个仗就不好算 佛在 这点后面啊 都是 欠大家要流通的 为什么 让他不断绝呢 因为这个 陀罗尼呢 能够 能大利益 三界众生 这一句经文我们要注意看 我们现在是三界里面的众生 那我们还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现在还在三界里面 三界六道 异界 色界 无色界 我们现在是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 那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 就最苦了 六道最苦 那四圣法界比我们好 他了生死出三界 虽然还没有明心见性 他不受分断生死之苦 那最苦的呢 就是三界里面众生 要受这个生老病死之苦 所以呢 这个陀罗尼啊 能够流传在世间 那对众生 三界的众生有很大的利益 他们需要 需要 如果你发愿 念佛往生净土 到极乐世界当然就 对自己来讲不需要 但对众生 还没有出离三界的众生 那就很需要了 一切 犯苦 迎生 责 就是有病 因为这个病啊 我们 众生 八万四千病 无量种病 身有病 心有病 身心都病了 那么用这个陀罗尼来治疗的 没有治不好的 不太就是没有没有说不会治不好的 那么这个方面 我们必须要有信心 不能怀疑 如果怀疑呢 那就自己会产生障碍 但是呢 怀疑又是我们 繁乎众生 都会有的 你看了 六大烦恼啊 我们一般平常讲说 贪嗔痴 几出三个代表 其实啊 这个贪嗔是代表所有的烦恼 如果 讲六大烦恼啊 贪 嗔痴 慢 疑 恶 六个 那疑是第五个 那六大烦恼啊 他是第五个 怀疑啊 怀疑圣教 是六大烦恼之疑 这个疑也不容易断啊 我们 一般觉得贪嗔痴不好断 那个疑也很难断啊 贪嗔痴慢疑啊 六大烦恼 藏香水啊 那么 念经念佛念咒 是方法 主要是 断疑的 念到呢 把这个烦恼念到没有了 那你这个 感令就现前了 那我们念佛是一样啊 你念的 开始在念都会有怀疑啊 但是你要把这个疑根把它念掉 把疑根念断了 你就有感令了 所以念啊就是对峙这些烦恼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 明白 所以我们现在念有怀疑 那很正常嘛 那你没有怀疑你贪嗔痴慢你就没有了 那你 起码就证阿罗汉了 那我们是怀疑当然有啊 那有就是才要修啊才要念啊 如果没有我们也就不用修了 就是有才要修嘛 这个友谊啊可能念到到没有疑惑那就成功了 所以不管你什么病苦啊 这个陀螺你都能治 没有治不好 下面呢 那下面呢 挤出啊这个大神咒啊 咒那个甘枯树啊 那个树啊甘掉枯萎了 这个咒啊 加持啊 那个还能够生出 枝叶发果 那么这个讲植物 无情众生 都能有这种感应 何况有情有恃众生 身有病犯自知不采知 第五是处 那个无情的植物 都能有这种效果感应 那何况我们是有情众生有情事的众生 比那个那就更容易啦 比这个植物就更容易 所以身体啊有病犯 没有治不好的 如果说治不好啦 必无事处就没有这个事情 一定能治得好 那关键呢还是在我们信心问题 信心问题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 善然指 此陀罗尼 微神之力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叹莫能见 若不过去久远以来 广积善根 乃至名字不可得闻 何况得见 如等大众 天人 容神 吻我赞叹 皆应随喜 那么这个一段是世纹 在给我们开示 善男子 这个善男子也是叫我们大家 这个包括善女人 这个包括善女人 善男子善女人 这是经文简列 善男子 再告诉我们 善男子 那可见得呢 我们现在呢 也听到啦 也见到啦 那说明啊 那说明啊 我们每一个人啊 包括我们网络的同修 过去久远以来啊 已经广积善根了 广积善根了 那我们网络的才有缘啊 遇到啊 才有缘听到啊 我们能够听到能够见到 这个不是偶然的 绝对不是偶然的 大家冷静去观察周围的人 你就会发现 真的不是偶然的 我们再回头看佛经 佛在经上讲的 的确是这样 这说明啊 我们这个 善根啊 已经非常深厚了 所以佛劝我们啊 如等大众天人荣神 吻我赚叹 接应随喜 随喜赞叹 这句非常 重要 我们听闻佛经啊 不管什么经 都要赞叹 都要随喜 不管我们有没有修 有没有念 凡是佛讲的 我们都赞叹都随喜 那这个大悲经呢 当然也是 是一样的 我们 赞叹随喜 就有功德 所谓随喜功德 你听到啊 赞叹随喜 都有功德 甚至啊 甚至啊你 这个 自己没有持这个大悲咒 但是听到别人持大悲咒 你也沾难随喜 他念的功德你就有份啊 虽然你没有念 虽然你没有念 但是你随喜 你就 就沾光啦 他有功德 你有功德啦 所以 菩萨 菩萨 十大悦王啊 教我们随喜功德 那随喜功德啊 就不会去嫉妒障碍啦 随喜就有功德啦 你不去修不去念 别人做好事你随喜 他做的要命啊 你也有一份 你说这个便利占多大啊 所以普贤菩萨教吗 你修随喜功德 所以 别人 念这个经念这个奏 我们也随喜赞叹 他功德偶也一份 我们再看 最后一段 若有 放此奏子 即为 放彼 九十九亿 恒和煞诸佛 若于此 陀罗你 深以 不信者 当之其人 勇施大力 百千万劫 长轮恶趣 无有出其 常不见佛 不闻法 不笃生 一切 众慧菩萨 摩和煞 金刚秘迹 范世世王 天龙鬼神 文佛 如来 赞叹此 陀罗尼 皆是 翻试 奉教 修行 那么 这个一段 就是 佛 告诉我们 要修随喜 你不可以去诽谤 你不修 没有关系 你不要诽谤 你修随喜 要别人修 你随喜就好 因为 毁谤 那就有罪过了 这个 阿密陀佛四十八愿 第十八愿里讲 这个 众生 如果 吻我名号 一生我国 自信信药乃至实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解 但是后面他有两句啊 这个除 这个 忤逆 毁谤正法 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 造忤逆罪 毁谤正法 那这个你自己就 产生障碍 不是阿密陀佛不慈悲 不接引 因为你自己造了这么重的业障 那也是告诉我们啊 这个 这么重的业障 最好不要造 不要造 那么 毁谤正法 就是说 凡是佛讲的都是正法 你都不可以 毁谤 你不 不修那个法门 没关系 不学那个经 没关系 看到别人学 我们随起参谈 你不要去 去毁谤 去攻击 那这个就 罪过 那这个经也是一样 如果 这个词咒呢 就是 罗比 九十九亿恒合杀 祖佛 你毁谤那么多佛 那这个罪过还得了吗 假若呢 于此陀罗尼生已不幸者 当之其人勇士大力 在这个陀罗尼呢 生起疑心 他不相信 他不能接受 甚至还毁谤 那这个人啊 永远失忌 大力 这不是观念菩萨不慈悲啦 自己 造作的严重障碍 百千万劫 长伦恶趣 百千万劫 就是形容时间很长啊 都在三二道 无有初期 常不见佛 不闻法 不独身 你这个 在二道里面呢 看不到三宝 佛法身三宝 你见不到 接触不到 听闻不到 那么 见不到三宝啊 那就 没有办法 处理 恶道 没有办法处理恶道 这个是诽谤 很严重的一个 后果 那么后面这一段呢 就是 一切众会啊 菩萨 摩赫萨 那么参加这一会的菩萨 摩赫萨 就是 都是大菩萨 都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 这是 这一会呢 菩萨众啊 是当机众 当机众 那么下面呢 是金刚秘基 这些都是 副法 泛 是 这个泛是世界天人 是 第四天 刀立天 世王就是世王天 还有天龙 还有鬼神 我们一般讲 天龙拔布 这些 副法 鬼神 文佛如来 赞叹此陀罗尼 那么听闻啊 敬闻 释迦牟尼佛 赞叹啊 这个 大悲心陀罗尼啊 皆虚 翻喜 大家就称翻喜心 这个翻喜就是随喜 那么翻喜之后呢 最重要就是 后面这四个字的 奉教修行 那这个四个字呢 是关键很重要 有的经典啊 他翻译就 依教奉行 这个奉教修行就是 依教奉行 意思是一样 这个四个字 这个四个字 不是听佛讲完了 那皆大翻喜 那就 后面就没事了 后面就没事了 那 你后面没有这个 奉教修行 或者依教修行 那你虽然听了 还是得不到这个利益 还是得不到这个利益 那这个奉教修行啊 就是辞送大悲 陀罗尼啊 不能懈怠 不能懈怠 这个 有人专辞 是 送大悲走的 那么 我们 修净土 念佛的人啊 说我就专心念佛可以吗 那当然可以 因为念佛啊 念阿弥陀也是这个 大悲心陀罗尼经啊 观世音菩萨讲的 要先念本师 南无阿弥陀如来 阿弥陀佛 要持大悲走之前要专念阿弥陀佛 那专念就不是本时间啊 依照这个经呢 他是一天念五遍 那还要念观念菩萨 还要念观念菩萨称号 那平常都要专念 阿弥陀佛 可见了这部经啊 跟西方净土啊 有密切关系 因为观念菩萨就是西方三圣之一 那么这个经啊 他是属于 有密教的 密教的 又显教的 这个不是 就是 纯密 就一半密一半显 显密都有 不像浦门品啦 这个 观志在章啦 认念经耳根延通章 那个是显教经典 因为他那个里面啊 没有咒语 没有咒语 没有咒语呢就是这个 经文啦 是佛啊明显的给我们说明 这属于显教的经典 那咒语啊 属于密说 叫密教 啊 那个什么叫密呢 这个密就是 我们不要想象来呀 什么神秘 什么秘密 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生密 什么叫生密呢 我们经典上啊 常常念到的不可思议 那个叫密 你不可以用你的思想去思维 去想象 也不能用你的原理去议论 你思维想象原理议论都达不到了 那个叫密 禅宗教人家参就参那一个 你不可以用你的意识心去想 你想不到 你也说不出来了 你只能啊 去参 所以禅门啊 叫参就 不叫研究 我们叫研究都落在意识心了 就不能 明心见性 那么 要明心见性啊 一定要离心立事 不管呢 显宗密教都是一样的 都是帮助我们啊 回归自性的 但是自性啊 一法不利 离文字相 离言说相 离心言相 这个要离你才能见得到自性 才能叫见到 我们讲简单一点 才能见到真相 才能见到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什么呢 不生不灭 你要这样才能见得到 如果用我们现在这种思维想象意识继续想啊 你见到的都是希望像 什么是希望像呢 他有生有孽的有变化的 无常的那个叫 希望像 那是假的 那你用希望心见的就是希望像 你用真心见的就是真相 真相永恒不变 这一点啊 这一点啊我们必定要 知道啊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这个目标 都是同样的 好那么我们这一次啊 这个讲题啊 到这里就圆满了 今天时间也刚好到了 那么我们 过完年了 有时间了 我们再 把那个 上次啊 本经没有讲圆满的我们再 给他讲圆满 好那么我们这个 农历年也快到了 明天就立春啦 明天立春 那明天啊我们 敬老和尚找我 带江老师去香港啊 看汉学院啊 那我们 今年啊 我看就 想到此地啊 那我们明年啊 再早时间再来细讲 这个经 祝 向大家拜个早年啊 祝大家 新年 吉祥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